我们来讨论一下8.5a的这一题 这个练习题 第一题要找x跟y 所以ab是一个切线 OK好再来这题的话找x呢 我们有一个 垂直定理 就是半径会跟切线垂直 半径跟切线垂直的话 这一个 这个切点没有名字 切点叫 切点叫m吧 omb的这个就会是90度 然后mob 40度他给了 那x就会是90减40得到50 OK y的话 y的话我们先找这一个 圆轴角 因为圆形角40度 圆轴角就会是20度 我找到了圆轴角20的话呢 这一个位置也会是20 那amo 也是90度吗 y就是90度减去20度 所以y是70 y是70 第2题 第2题先找x 因为这个31是圆轴角 x是他的圆形角 所以x直接的乘以2就可以了 62度 过后呢因为半径跟切线垂直的关系 然后呢 x加y就会是等于90度 OK 90度减去62就会等于28 y等于28 找出来了 OK 再来这一题 这一题的话呢 因为是 两个是半径 所以26度 上面这个应该也是26度 然后呢 x的话就会是26乘2 你可以用三角形 y等于两内对角之和 也可以用圆轴角 乘2等于圆形角 反正这个x就是等于5 过后呢 这个 半径跟切线垂直的之后呢 这个大的三角形 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我们的y就会等于90度减26度 等于64 OK 所以这个是大的三角形那边 算出来的 再来这题 先找y y在这一边 y在这个外面的 首先呢 y加这个是25 因为他用了 因为你用了25 这个是 同虎所对的圆轴角 相等 所以这个角度25 过后因为 半径跟切线垂直90度 y加25 等于90 所以y是等于65 OK 很好 过后呢 也是用同虎所对的圆轴角 相等 这个 上面这个角 等于38度 上面这个角 等于38度 x的话呢 就可以用一个大的直角 三角形 用90度减去38 等于52 OK 非常好 再来这一题 快叫我怎样做 好几厘线啊 因为他有这个 他有画这个 两两横啊 这两横要表达什么呢 这两个横啊 代表 60度 这两个横代表他的弧长一样 他弧长一样的就代表他圆形角相同 好 我们先找圆周 我们先找这个x啊 因为半径跟切线垂直这里90度 x就会是等于90减60 90减60就会等于30啊 所以这个角度是30度 过后呢 一个圆周角30 圆形角就60 圆形角60的话呢 拉过去这一边呢 也会是60啊 因为他的同弧 等弧所对的圆形角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找到这个角60的话呢 y就会是等于90减60 就会等于30 这个大概是这样子 y是等于30度 虽然看起来不是很像 第五题 x30 y也30 第六题 第六题 他的x在 这一边呢 首先呢 这个是半圆 含直角 这个位置是有一个90度 如果这个90度的话呢 我们可以算出来 90减40 就会等于50 然后呢 因为这个直径跟切线垂直嘛 x呢 就也是90减50了 所以也就会算到x等于40度 x等于40度 那y的话呢 就可以看这个大的直角三角形 y就算到50度 y就算到50 用90减40 就等于50 所以x等于40 y就等于50 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小三 直角三角形 x竟然算到40 y 就是90减40 也是一样了 也是一样找到50 OK 再来第七题 第七题 我先连接 o去到这个切点 然后半径跟 切线垂直的话呢 我们就算到这个圆形角 应该是90减28 等于62 X的话呢 就会是圆轴角 就是62是圆形角 x就是圆轴角 那我们就可以算到 x等于62 除以2 等于31 当然他的 这个两个半径一样 然后这个等于要三角形嘛 所以这个角度呢 也会是31 所以y加31 也必须要是等于90度 我们就会得到 90减31 得到59 y就等于59 OK 这样子 这题好像是用类似的一个处理方式 我们连接这个圆形去到这个切线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90度 OK 然后呢 然后呢 有几种方式来处理 你可以讲说 我这个是2X 像我这边是4X 是吗 这个2X是圆轴角 这个圆形角是4X 那90度加4X 再加 X就会等于5X 等于90 主要是这个啦 你得到5X等于90 你也X就等于18 那当然你除了用这样子一个做法的话 你也可以讲说我不补线 不补线有什么用吗 不补线好像不行 不补线好像不行 我补线 但是呢 我这个三角形 外 外角等于两内对角之和 我就会算到这个角度是3X 那我补线过后呢 这个2X呢 这一边内这个角度呢也是等于2X 这个是等边对等角 过后呢也是一样的就会看到了这个3X加2X 也等于5X 也会等于90 所以你也是算到这个5X等于90 反正就是你会算到5X等于90 用不同的方法都可以得到这个结论 最后呢就算出来X就等于18度 OK 好 再来第九题 U图我们有欧式圆形 AB 是 切余点 P P是切眼的意思 OB 是10CM AP等于7CM PB 等于 8CM OP 跟 OA 的长度 那这里应该是90度的关系 我们看右边的直角三角形 对吧我们就可以用那个壁士定理 算数OP就会等于6CM 因为是680这个我们背起来了 对不对 OP找到6了之后呢 OA的话呢就要用6的平方加7的平方 再开根号 这就不是一个特别三角形啊 你自己要去算了 663667749两个相加等于85 85好像也开不到什么东西 因为它是5乘13 对吧 就两个都开不到 那你就放根号85就可以了 OK OA等于根号85 右图我们有 O是圆星 BC是直径 AB AB是切线 OA是 13 AB是12 那因为这个BC是直径啊 这个AB是切线 所以这一边下面呢有一个直角三角形 我们就可以算到OB是5 因为52是3 这个也是一个特别的直角三角形 OB算到是5 那OB是半径嘛 像OC也是5啊 所以得到这个BC的斜边是10 CD CD是6CM 那这个我们有一个半圆和直角 其实这个CDBR也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我们再用 我们再用B式定理就可以算出DB是8 10 60 680 对吧 680 所以这个BD是8 然后也是一个特别的 整数的直角三角形 OK第11题 U图我们有O是圆星 AB是直径 BC 是切线 AC 相较于D 他要你证明 证明什么呢 ABD 像是BCG 首先我们有一个半圆和直角 所以ADB是90度 再来我们有一个切线定理 我们的ABC 角 ABC 就是90度 啊 所以这两个角相等了 过后呢 这个就比较难了 过后呢 你就要假设说 假设这个角A是X的话 我的角ABD呢 就是90度减X 然后因为OBC是90度嘛 那90度减去90度减X哦 你就会得到这个 DBC呢 也会是X 所以这个 这两个角 角DAB 相等于角DBC来讲呢 你必须要用 计算的方式 你当然你用 一般是用假设 一般用设 一般是用计算 减量减去 减量减去 就会得出来这两个角也是想 过后呢 应该是两角对应相等 我们就得到这两个三角形 是相似的 OK 这个ADB好像要翻出去是吧 要翻出去 BDC啊 翻出去BDC也是等于90度 不过类似啦 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 最后一题 右图我们有 O是远星 AB是切线 以至AB是12 BC是8 然后呢 他要你找 OAB的面积 当然我们只要找OAB的面积 我们要找这个半径 乘上12 再除以2 对不对 那我们要这个R是多少 对吧 那我们今天先假设半径是R的话 我们这个 OAB呢 就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 我们可以 用必识定理 R的平方 我不晓得为什么你用减 你用斜边 8加R的平方 减去12的平方 会等于R的平方 当然也是没有问题啦 不过我习惯的是用加法的 Anyway 然后呢 要展开啦 前平方等于64 加两个前称后等于16R 再加上后平方等于R平方 两边都有R平方去掉 对不对 然后呢 -164 减去加上64 就会得到80 移过去对面呢 就会等于正80 16R等于正80 80除以16 你就会算到R是等于 R等于5了之后呢 你要找OAB的这个面积 然后我们用D D是12 乘高是5 再除以2 那2跟12越减得到6530 面积等于30CM平方 大概就这样子了